沒眼看? 究竟怎麼看呢? 沒眼看也要看看 這隻鼓都說過幾次 之前我基本上的看法 都是反覆回落 這裡反覆回落 然後彈上去 就像一個反彈 可以彈一半左右 之前我也提過 一半之餘 有兩個差距就是320 2至618 這個勢是跌得很急 所以就算是320左右 現在彈完之後又下跌 現在走勢就再跌6% 走勢先收視眉 收視眉 6% 走勢就真的一般 寶獨家通道中組穿 現在就向下 再次考驗低位支持 格局 18.3% 現在虧過嶺 都有點雙雙 對方向下 好 重要支持是很遠 前浪底支持是很遠 唯一寄望 去布魯利加通道底部 就浪一浪做個反彈 好在今天再跌 但是 還未抹開 布魯利加通道 還未抹開 換言之 它還未再次 爆發另一輪的跌勢 你駁它 就是這個情況 在16 布魯利加通道底部 16元左右 有支持 再彈一彈上去 在市原下 先試中族 更加聰明 希望能夠試到上方 中族是17元左右 所以和你的 密合格 都有點 遠 所以 還是要喊喊喊 聰明 聰明 也是20元左右 你可以 很樂觀的看法 當它形成頭堅底 現在 所以 沒有眼看 未止沒有眼看 什麼時候都要 就著情況 繼續 部署 現在很樂觀 可以看整個頭堅底 但是 這個頭堅底 相信短期內 都未必會突破 因為剛才說了 現在看了6月底之前 可能這些股份 是比較弱 與加上 今晚 鮑威爾有什麼說錯話 更加 新經濟股 或科技股 往往首當其重 所以 短線 繼續向下考驗支持 但希望 支持 剛才說的 16元有支持 然後 反彈 繼續沿著 頭堅底的方向 繼續發展 未知 再展跌浪 唯一 就是這樣 可以跟大家分析 走勢 不用眼看 未絕望 但是 喊喊價 就要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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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請 請 感谢观看